你 喂 刚刚在录制现场呢 你打电话给我了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训练不顺利吗 没有 那一下班我去接你吧 我今天可能要加班啊 没事 我等你 好吧 拜拜 训练不顺利吗 我 我 你 你 得 你 你们都要小心点啊 接来了 哎 教授报警员啊 哎 羡慕死了 什么时候可以有这种爱情 行了 别羡慕了 咱潇洒叫咱去吧 走吧 走 我不信了 我要去找齐恒 艳燃呢 艳燃你去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吧 好 好 拜拜 拜拜 好 请客 哎 你慢一点 这是 大叔 我在附近开会 顺便过来看看 一起吃饭吧 上车 嗯 我跟你说 刚刚 刚刚坐过去看看 怎么了 让我抱抱你 当然了 怎么了 其实最近因为训练的事 失眠好久了 知道你在工作 所以没跟你说 是因为训练强度太大了吗 不是 训练强度还行 就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我总是忘不了抗执的事 之前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现在不一样了 有你 有我妈 我担心我万一出什么事 你们会难过 别这么想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要想意外 也不要想结果 没有人要求你 一定要拿这个冠军 只要你还享受赛车 我们都支持你 我相信你 谢谢你 真也 嗯 谢谢你 好了 别想太多了 好好睡一觉 好吗 现在数据怎么样 节目上线两小时之后 我们的点击量 已经突破了两千万 在我们的热词 还没有登上榜之前 关于钱晶晶节目金剧的热词 已经占据微博第四 封屏呢 一开始开评比好评多 不过现在局势都在逆转 出现了很多 帮助钱晶收画的主持 钱晶晶自己的微博小号 反思也在回流 好 赵总 赵总 我们要不要捆绑 APP和钱晶晶的热词 再冲一波热词啊 还不着急 金剧部那边说 再过一个小时 节目会到达一个高峰 你们先准备好物料 一个小时后 多个平台一起发出 太好了 改版上线之前 我们的数据和任务的都有了 大家辛苦了 燕燕确实挺有想法的 今天那个吐槽节目火了 APP的预热宣发的流量 比预计的还要好 这和我们 Love Note的三身炸 打得非常漂亮 来 边吃边说 从桌下开始 你就一直讲风作 我们都好久没口吃饭了 是啊 最近太忙了 你训练怎么样 我听阿玲说 进步飞快啊 阿玲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我加她微信了 拜托她多照顾你 毕竟我这儿忙 也没时间陪你训练 她是陪你最多的人了 我有什么事啊 我都会告诉你的 你不用听她瞎说 你吃醋了 你天天忙工作 都没时间跟我约会 我的速度快成沉酿了 那你不也天天在训练吗 姜云 一周以后 我摩托车比赛 你到线上来看我比赛吧 一周后吗 我看看啊 那天刚好是 APP重新上线 还要做个直播 就是公布 三个月脱单那事 没事 没事 都准备这么久了 我理解 我尽量让他们早点直播 赶快去看你比赛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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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太好了 谢谢